中和聯心網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節目的現場 剛剛聽到我們的預告的朋友 應該很開心吧 因為其實噪音時時刻刻都會有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 不是樓上樓下的問題 那有的時候是在附近施工啊 或者是隔壁在咚咚咚咚咚咚咚啊 然後這些狀況真的都搞得 像我這種晚睡晚起的人 我就很怕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了 專家同時也是我們的好朋友 非常有愛心的 南京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林兒宏林 董你好 各位來賓 修緣大牌 大家好 這個時候就一定要找你了 因為最近這個話題吵得太熱了 大家都知道我們有位 非常美麗的藝人隨堂 他也是非常常常做工藝 而是形象非常好 他最近就是遭遇到這個問題 我想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就是樓上樓下的這個噪音 搞不平的這些事情 那聽說他們家的隔壁門是你們家的 對對他一開始就有注意這些東西 所以他的樓上樓下兩個門是我們公司去施工的 那這個噪音怎麼還會傳的這麼遠呢 所以這個是地板的問題 這次我看那個媒體是地板的問題 所以那個隔壁都沒有來嘛 是樓下的啦 對對對 而且現在我請教一下林董 因為你自己本身是聲音方面的專家嗎 聲音是從下往上飄對不對 其實四面八方都有 但是要看房子的結構 如果隔壁的就會比較 因為他是每一支隔都連結嘛 所以上下左右傳導 如果不是隔壁是RC的 就比較會單一方面去傳導 比如說上傳下左傳右 隔壁的就不一樣 要看他連結哪個點 所以常常也有二樓的噪音是11樓在反應 是不是 那就是隔壁的問題 那就是隔壁的問題 因為我以前聽過一個聲樂老師 他曾經講過 就是他們在樓下在唱歌的時候 樓上會聽得很清楚 因為聲音是往上衝的 那是隔壁 就剛剛他的連結點是從那邊再穿進去 所以不定二樓會朝三樓 所以但是其實這個東西就是 對於聲音特別敏感的人會很有焦慮感 所以我剛剛其實在廣告的時候 就還沒進來的時候呢 我特別請教了一下林董 就說這個聲音其實應該是 就大家都會比較敏感啦 因為其實每個人的休息作息 是不太一樣的嘛 那我看誰堂家 我覺得他們家作息蠻正常的 是不是 看起來啦 其實如果今天是地板的問題啦 我們不管是誰是誰啦 應該是說我們先把隔壁地板 先把他做好 那我會建議說我們施工中要去拍照 然後把這個花包的合約 廠商我們把他存檔 如果說樓下來跟我們抗議 我們就把我們的施工過程 還有把我們的花包的實際的東西給他看 應該是這樣才會有解啦 就是說你朝我朝你這講到最後都無解了 這是因為個人的這種敏感度不太一樣 對 所以林董像這樣的話 就是如果說他們拜託你去做建檢 這種事情可以嗎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他們家到底是什麼地方 我不是說誰堂家 我說如果客人 他也許門窗什麼都找你做的隔壁很好 但是可能就是因為走路啊 樓地板的問題 這個跟建築本身有關係之外 但現在的建築不都挺好的嗎 尤其是新式的工房 沒有 現在建築是葛因最差 是喔 因為解決這個如果說要全部解決 他那個建商的成本會很高了 所以你反而說是以前的老房子 可能20年30年前的那種 就是他的水泥底 這個打的每一層每一層中間的 這個水泥的結構或者是什麼 比較厚是不是 沒有 其實這個都要看每個建商啦 他的一個蓋房子的水準 我們目前碰到最多的都是自己修改 不用我怕吵 他會找我們公司去 就像你剛剛講去評估 我現在睡覺睡不好 或樓上很吵或樓下很吵怎麼辦 70%都是自己去修改 不用我在我的室內 不用我很注重睡眠 我們可能就整個房間 臥室 再連門跟牆再把他包覆一個 讓他從外面包括自己家人 傳導都不會吵到的 就有點像我們現在的錄音室 對對對 現在都是這個概念 比如我現在可能客廳我怕吵 我要做一個劇院 我怕吵到房間的人 我就客廳全部把他做隔音工程 可是這樣子 牆跟窗跟門 目前70%都是這樣 其實我上次訪問你以後 我就真的深深的覺得 有一個好的隔音門窗 真的是太重要了 因為就是你不好意思去找鄰居吵架 有的時候他們對面 自己夫妻兩個吵得要死 然後你還在說你們兩個不要吵了 那不就是火上加油嗎 所以只能從自己這邊處理 那就是有隔音的這些部分 是最棒的 但我不知道其實現在 正在收聽我們節目的朋友 你是不是生活上也有這些問題呢 待會我們繼續跟林董 來聊一聊的 同時我們也準備開放call in 02-2509-9933 02-2509-9933 有什麼問題請教一下林董 看看他有什麼秘方解決之道 今天大家賺到了 我們休息一下 聽聽梁靜如的 聽不到馬上回來 中文流星王起立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隔音的專家 也就是我們藍金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林二宏林董 林董也是我們中廣的好朋友了 每一次來節目當中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的朋友來問他說 那我們家這個狀況有沒有解 那個狀況有沒有解 所以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會開放call in02-2509-9933 如果您家裡頭剛好有這些困擾你的隔音的問題 或者是說你不知道這個聲音到底是從哪來的 都可以請教一下我們這個聲音的專家 也40年了對不對 對對對 已經有40年了 我記得還有一次採訪你 是因為你做了一個路跑的慈善活動 對不對 反正就是林董是一個非常樂善好事 也可以願意幫助別人的人 所以這個就是 我先請教一下 就是像隨堂啊 他們這次的這個問題呢 也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共鳴 就是每個人其實 對我很多都有鄰居上的問題啊 或者是噪音的問題 到底應該怎麼處理啊 大部分噪音的來源是什麼呢 都有啦 很多就是就像你講的 他拉椅子的聲音嘛 桌子的聲音嘛 走路的聲音啦 那我們現在建議是老公寓要設計之前 把隔音地板因為列為標配去做 然後你施工存檔 我們剛剛有講過嘛 那如果樓下再來抗議 那是無理的 因為你已經有做這些動作了嘛 可是他政府的法規沒有規定說 你一定沒有聲音傳到樓下 是允許在多少分貝內 但是分貝對消費者來講是真的是 不懂啦 法官也不懂啦 要多尖銳 有的人對低頻敏感 有的人對高頻敏感 那個李總先幫我們戴一下耳機 我們的聽眾朋友要問問題 大家都很急的要請教 好我們首先先接第一位的朋友 線上九等了 你好 你好 你好親愛的 請問貴姓啊 我姓劉 劉小姐 你有什麼噪音上的困擾嗎 我們現在就是剛好是我們家樓上很吵 樓上很吵 OK 因為他們剛好就是 應該是跟隨堂這個案子比較像 就是我們樓上你剛好是小朋友 年紀很小 大概幼稚園跟小一而已 然後就是每天會有小朋友 就 Turtle 拖- headquarters 感覺上是腳跟著地 還有拍球這些東西 或者就是說他們彈出下去 就叮叮叮 tao 然後他們家在幹嘛 我們家聽得很清楚 有沒有嘗試溝通呢 機械 有溝通過 行進的沒有小朋友 用什麼樣的方法去改變這樣子的問題 是正樓上是嗎 對正樓上 好的林董麻煩你 劉小姐 這個可能就要做隔音天花板 剛剛說是地板 現在天花板也可以做隔板 可以可以可以 市面都可以 那是木座裝潢嗎 還是有什麼方式 對對對對對 木座 那要去拍整個天花板 對把他隔開 然後加隔音顏免跟膠片 可是可能要搬出去 至於半個月至一個月 哦這個 劉小姐我請教你啊 像是你們家的是那個 他的噪音是只有在客廳的部分 還是臥室什麼都有 整個房間 因為我們這是老舊的公寓 所以只要他們在任何房間 他們房間任何地方活動 我們家都可以聽得到 那真是蠻困擾的 但是如果要搬出去半個月 這也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對啊 可是只有這樣而已 沒有別的選擇 那可以要求樓上是做一下 他們的那個 或者是他們可以鋪個地毯 什麼這些會不會比較好 啊當然 如果說跟他們溝通以後 他們願意去做 當然會減輕啊 嗯 剛剛那個小姐有說 已經溝通過了 是了解 沒有你就不忍苛責 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鄰居 但是這樣要等到孩子 小我們也知道真的是要求上有困難啦 嗯 等到他長大你就累了 對對對 因為他長大壓好幾年耶 哈哈哈哈 然後大家都不搬家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你去那個IKEA 買一個地毯送他 哈哈哈哈 沒有我這開玩笑 每個房間都送 哈哈哈哈 這開玩笑就是說 那如果說林董 像這種部分 是不是可以開一個天花板的孔 然後進去鋪 鋪一些什麼 就是施工口 沒有用 沒有辦法是嗎 沒有用 哦 那個只能解決一點點啦 嗯 那應該是沒有用啊 嗯 好的 那就是除非雙方一起做 樓上樓下一起做 呃不用不用不用 如果樓上不做 你自己樓下自己有預算 樓下自己做就可以解決了 好的 因為已經把他阻擋 他的傳遞下來 嗯嗯嗯 好那這個部分呢 待會晚一點的時候呢 我們會再留一下電話 那劉瑤姐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就是 我們是劉 25566嗎 好的 我等一下給 0250 我突然之間忘記號碼 那劉瑤姐 你等一下再繼續聽一下 我們節目好不好 我找一支電話號碼 然後讓你可以留言 我們再請那個 林董他們跟你聯絡一下 看看有沒有最簡單 或者是最 不如商荷包的方式 來幫你看一下 這個狀況 怎麼解決好不好 好 謝謝你 謝謝 辛苦了 好 我們是不是下面 還可以再繼續接 好我們先聊一聊 那那個林董 你可以先把耳機拿下來休息一下 我們現在了解一下說 剛剛劉瑤姐這個問題 他是一個 好 0225005566 0225005566 這支電話 劉瑤姐可以打進來 待會呢 我們的小秘書 把您的聯絡號碼 留下來以後 跟這個林董這邊來商量一下 好林董我請教你一下 就是剛剛這個問題是比較無解的啦 就是要是樓 因為現在每個人 其實住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都是屬於自己比較喜歡的房子 然後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環境等等 但是如果說我沒有辦法解決 那四周的噪音的部分 其實來源 這個問題撇開了 那四周的噪音還會有哪些 就隔壁施工啊 隔壁施工啊 這個是常常有對不對 尤其是現在的洞距都很近 也不一定是你這棟大樓 是隔壁大樓怎麼辦啊 隔壁大樓那個就做隔音窗啊 窗戶就可以了 對牆壁不會穿的 牆壁穿透不進來 喔穿透不進來 好的 隔壁洞是隔音窗的問題 隔音窗可以隔到多少啊 40分貝 隔掉40分貝 對所以這進來的噪音都很小了啦 基本上可以接受啦 不會說你受不了 所以林董你的意思是說 其實你從40年前開始 大家都有這些的問題 陸陸續續 這也是你為什麼 這麼堅持做隔音門窗 還有家庭的一些爭執上面 也是很麻煩 我們待會再跟大家 自己吵自己人啊 我剛剛不是要講 對啊我們待會跟大家講故事 因為我朋友電話進來 你再接一下好不好 你可以叫他小聲一點 這裡關小聲一點 這個我幫你關 這樣有小聲一點嗎 有 好來 抱歉喔 因為現在剩下20秒的時間 我們必須要進廣告了 這位這個聽眾朋友 你可不可以等我們 大概一分鐘的時間 還是你待會再打電話進來好不好 我們休息一下 然後馬上回來接大家的這個電話 抱歉抱歉 因為現在如果接你的電話 待會可能回答不完全 那林董等我們一下好不好 我們來幫大家解決問題 馬上回來 中央流行網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我們隔音的專家 藍金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然後林董呢給大家解決一下就是噪音的問題 因為現在的人睡眠真的是太重要了 就是大家都很敏感嘛 對一點點的聲音就來不及 那我們剛才來聊到就是 林董很可愛 他說他解決很多都是不是樓上樓下 自己家的問題對不對 對對對自己家人也很容易自己吵自己人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案例啊 可以給我們大家說 而且還不在少數喔 嗯 呃就是 不知道那個 一家人住一起 對啊 哥哥跟弟弟 他們兩個 就是都會 可能要練 琴啊 一個可能要讀書啊 他就吵到他 他就 那個啊 他就不去 跟他口氣不好啊 嗯 然後還會吵架 然後或者是夫妻之間 對不對 對啊 然後就是我們去幫他做隔音搶隔音門啊 嗯 啊做好了就爸爸媽媽就很高興嘛 他們兩個總算可以各有一片天啊 所以這個隔音門其實是就是在室內的各種門都可以做 可以可以 都可以 以前我們大家的觀念都是做隔音門 就是把大門隔起來 但是現在就是我聽了那個林董講以後發現 欸 家裡的如果你真的家裡像我們家只有一個人就還好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家裡的人口比較多 然後會互相干擾 會會一定會一定會 每一個房間 尤其是廚房那種炒菜啊 對啊對啊 做家事啊 還有你在 那個吸塵器在拖啊 那個噪音啊 這個門都可以擋住啊 可以可以可以 啊有時候你會練琴或彈鋼琴啊 啊有時候KTV要唱啊 其實這些如果弄好了 其實家庭的生活品質會提升 你不用啊 啊你小聲一點你小聲一點 啊每次本來想要盡興一下就被控制了 對 就是剛開始有一個就是我很想練琴啊花了錢練琴的啊 對不對老師教的總是要在家裡彈幾個鐘頭啊 但是沒有學的那個或者是可能是家裡賺錢的那個就覺得很吵了對不對 不會有時候你想練琴都不敢練你怕吵到樓下 對對對 那其實現在如果說把這個做一做隔音牆隔音地板 隔音天方有做 其實練團都可以在家裡練了 嗯 好我們開放call in 02-2509-9933 就是有幾些有一些很急著要call in進來的不好意思啊 剛剛讓大家久等了 就是因為現在的其實大家對於隔音噪音 尤其是現在新的屋子很多 所以最好的時間點來做這些隔音的設備 其實是可以請教一下 比如說像是你們幫忙在做這個隔音門窗的時候 就可以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是不是家裡正在裝潢的時候 地板也需要處理天花板也可以處理 一般我們現在配合都是會建議設計公司 務必務必要提醒業主這件事 就是說如果說你有這個規劃 你一定要把這個預算撥進去 你一次要到位 可是很多業主我們碰到很多說 我現在家裡成員很少 可是他沒有想到成員其實是會變的 像我們做很多族客的客人啊 結婚的時候可能就兩個夫妻而已啊 包包包三五年了兩三個孩子出來了 他室內的噪音就很需要解決了 因為不然他上班沒辦法睡啊 所以後來再叫我們去改啊 如果當初一直到位的話 可能那些生活品質就很好了 對而且就是不會額外花這麼多錢 對啊 baby 出生他會長大啊 對不對 像剛剛劉小姐這個案例 那就是一個比較麻煩的案例 因為其實如果早知道的時候 就是可以連天花板或是連地下的時候 就是在一次搬進去的時候同時處理好 但是如果現在是來不及的話 就變成你要拆掉 不管是地板或者是花板都要拆 對不對 不能局部做對不對 可以可以可以 局部解決 你這地方比較在意這地方的噪音 就局部解決這裡就好 那其他你像廚房那個噪音傳下來 沒有什麼關係啊 你不用詮釋啊 一般都是睡覺的地方比較需要 臥室吼 然後剛剛我也特別請教了一下林董 我說其實現在有很多人 很希望有安靜的睡眠品質 因為白天上班時間很長 然後回家以後就希望好好休息 但是可能太太在打電話啊 女兒在看電視啊什麼 所以他自己這個房間 但他一開始做了隔音門窗以後 他會覺得 哎呀我沒有空氣了 我沒有新鮮空氣了 這個有解嗎 有啊有啊 可以裝室內的循環的換氣機啊 還是新鮮的空氣隨時進來啊 換氣機是那個就是會噪音很大嗎 沒有沒有 在屋頂上的那個是不是 對對對 那個那個沒什麼噪音 而且你可以裝在比較靠近 那個衣櫃那邊 離床就有一點距離的 就是最角落的地方就可以了 對對對對對 就是可能你床的對角線 反正你房間的 離你床最遠的地方 但是他空氣還是可以進來 而且成本不高 對嗎 很便宜啊 那個很便宜啊 嗯 所以這一點其實真的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方式 像我們家其實我很怕悶 所以我很喜歡開窗戶 但是我們家樓下有幾個朋友會 就是夫妻兩個小鬥嘴啊 老師我都知道他們在吵什麼 有的時候見面跑 有的時候還會抽煙呢 對煙也會飄上來 會啊會啊會啊 我們又有朋友打進來了 麻煩那個林董再接一下 哈囉你好 你好 喂你好 是我嗎 是是是親愛的 你個姓 我姓王 王小姐 你好 因為我婆婆家住在海邊 那我們回家就是 因為海邊就是 我不是要問招音的問題 我是有關 問有關可不可以有裝那個窗戶 可以有 因為我想問您懂 就是有沒有那個窗戶 是可以冬暖夏涼的 哦會西塞是不是這些 因為也不是西塞 就是因為他們住海邊 就是在嘉義的冬時的海邊 那那個海邊就是都會有風 很容易透進來 那因為最近我們想換窗戶 嗯嗯嗯 對那不曉得說 有沒有那種窗戶是可以 就是可以有冬暖夏涼的這個效果 這個隔音窗有這個效果 有有有有 真的有耶 我們現在在推廣的 就是這個等級的 嗯 你可以做那個 你可以上我們的官網去參考 我們的TW跟TP系列 他就是在講這個 海邊跟高山的氣候的問題 TW跟TB TB TD ABCD PP 就是我們最頂級的隔音窗 他是用膠核玻璃 然後中間是中空 裡面在一層 共有四層 大概就是在20mm 20幾mm 你講的問題全部都可以解決 那如果是我們要就是 可以打電話到國貴公司 直接去詢問也可以 有有有我們門市都可以體驗 你打網路就找得到了 好不好直接打那個藍色鯨魚 就藍鯨 然後或者是可以打0225005566 0225005566 這支電話我們家小秘書 可以幫你把電話留給林董好不好 然後到時候 有服務就對了 有服務有服務 但是現在是我們小秘書來負責轉接 因為我們節目不能廣告化 所以我就不能直接給你那個林董的電話 那待會轉告給你好不好 然後你也可以跟林董商量一下 到底是需要一些什麼樣的服務 比如說剛剛林董你特別講到說 他這個窗戶是有四層 所以就是說 那外面的熱氣進不來 對 然後裡面的冷氣出不去 對 然後就可以保持一個屋子裡的舒服的狀況 乾燥 是吧 對而且風切聲 海邊的風切聲不會聽到 有曾專門為這個做研究的 有啊有啊 我們現在就在做這個 王小姐這樣可以幫助到你嗎 謝謝謝謝 那不好意思說 我等一下再打電話 打電話一支 是的是的 謝謝你喔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節目的現場 我們開放Coin022509933 那如果說大家其實已經知道自己的問題 或者是想要跟這個林董直接來聯絡的話 也可以打0225005566這支電話 我們的小秘書會幫您轉給這個我們的林董 那我們現在線上又有朋友要再請教一下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的這個部分 都想跟大家分享的 請問你好 你好 貴姓 我畢姓姜 江小姐 好請說一下你的問題是什麼 我是一個透天處 那我隔壁鄰居也是 然後那他有一個電梯 那他大概跟我們 因為我們牆壁是警鈴嘛 那他的那個電梯的那個低頻的噪音 蠻大聲的 這每次升降的聲 這種 對 真的這魔音穿腦對吧 對 那因為我們透天處其實只有前後採光 那個能夠擺放床的那個方向其實很有限 那再加上一個電梯 真的有一些房間可能都沒辦法睡覺 那這個部分是 不太了解說你的方位是你的臥室 剛好靠著他的那個牆是不是 對 那這個部分有沒有辦法在我們自己的臥室裡面 做一個隔音的設備 可以 但是他是低噪低音啊 這個應該從三個方面去著手 第一個 電梯的牆壁裡面要做隔音 這個現在有噪音房子公司在做這個 就是說先把他鎖住在盡量在照音在電梯裡面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的房間的那面牆 要加隔音牆 就是第二道傳道的時候又減低了 第三個房間門一定要改 因為這個在台中我們碰到很多 就是一樓的噪音傳到三樓 三樓噪音傳下來客廳 所以你一定要在室內的房間的部分 要改隔音門 這三個改了以後應該百分之八十可以改去掉噪音 但是隔壁的那個電梯啊 就他們也要改 那他是要把整個電梯拆下來 不用不用 在電梯裡面做就可以 對 電梯裡面的牆壁RC的部分加隔音片 加隔音膠片 那這個不錯 江小姐你是不是可以跟隔壁聊一下 因為如果說叫他拆電梯可能太麻煩 但如果裡面只是放電片應該就好很多 那請問一下如果譬如他是到七樓的話 那他這樣費用要多少錢啊 這個目前沒辦法給你報價 因為這屬於電梯公司那邊 噪音防治公司那邊去處理 我們就沒辦法去處理這個部分 親愛的其實這個跟多高沒有關係 因為他是在電梯裡面嘛 所以就是電梯往上往下 只要他在裡面包好了 不管幾樓都聲音會比較小 對 是是是是 好 好不好 如果你還要再諮詢更清楚一點的部分 你可以打0225005566這支電話 我們幫你轉給林董公司這邊 給你做一個諮詢好嗎 謝謝謝謝 先跟隔壁聊一聊 請他把那個電梯包一包 好祝你幸福拜拜 好那剛剛其實我們還有聊到 那個你現在可以拿掉了 因為我覺得林董戴不慣我們的耳機 有點重對不對 還好 那我們剛剛其實聊到就是說 其實現在不管是海邊啊風切啊 或者是環境噪音啊 其實都有處理的方式 有有有有有有 而且剛剛我們就特別講到就是說 其實像在這個就是很多的部分 尤其是台北的景觀的部分 就感覺上都是鐵柵欄齁 施工也麻煩然後也很醜 所以剛剛林董有說 我們呼籲一下我們各級政府啊 多一點補貼啊 現在沒有小偷啦 現在都是騙子 鐵柵欄可以拿掉是嗎 對啊對啊 因為不好看啦 你最近拆了很多對不對 很多很多 我們都鼓勵我們客人盡量不要再裝了 這樣 第一個就是其實那個就是隔絕的時候可以把 現在因為髒污空氣污染很重嘛 所以你如果是隔音門隔音窗 然後把窗戶關起來的時候 屋裡的環境會乾淨很多 那就是說你打開的時候 你不會有一個鐵欄杆 像在籠子裡面看人 沒有啊 而且就有的裝三四十年其實都生鏽了 那個在公安其實連我自己走在齊樓我都怕怕的 那時候掉下來都不知道 真的這樣子站在上面施工也很恐怖對不對 不是所以我建議是盡量立法還是快一點把它拆掉 因為很多三四十年其實都秀掉 其實很多屋主根本就那個區塊他不會去注意 可是到時候真的造成公共危險的時候 真的就來不及了 萬一有什麼要一個逃生的概念啊 或者是鐵生鏽他會整個掉下來 那是很恐怖的 對啊或者是說你其實你在裝什麼東西 你要抓一下他的時候他就整個掉了 那秀掉了你沒有注意啊 對然後他講到這一點呢 其實現在我剛剛特別要聊一下說 現在大家不肯拆旅門窗 是因為覺得不安全嗎 會有小偷啊或者說就是大家會走空門 就現在林董就一直笑我說現在哪有小偷 小偷太低階了 因為偷不到什麼東西 對啊對啊 現在家裡也沒有在擺現金了啊 對不對他還能偷什麼 如果騙就比較容易了齁 現在都騙子比較多 但是鐵窗是不防騙子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也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了齁 那現在呢其實就是你說你們有一個 就是讓大家其實可以感受到那種噪音的環境 你是在一個五百米的 五百...高度高度 高度五百米的一個小山頭 對不對 一個社區裡面啦 我們有做一個體驗屋啦 讓大家去體驗這個其實好的建材 隔音的門跟窗 還有牆 其實可以讓整個你的生活品質大大的提升啊 那我們就是做一比一的實際去讓人家來體驗 可是這要預約的啦 那就是說原來其實這個地方的那個風切聲啊 然後噪音聲啊或者各方面都很都很離譜 對對對 因為他的高度很高 所以很冷很冷 對對對 所以你只要用好的那個建材門窗 其實他住在裡面是很舒服的 而且我剛剛問他說 我說那這個就是隔音窗可以保暖嗎 尤其是這幾天不是都就是十度左右 真的動得要死 如果山上更高一點那更可怕了 我們原來用舊的窗戶大家都嘛 搬下山 嗯 大家講到山上都怕 對對對 但是山上的房子又都很好對不對 對啊對啊 就是遇事隔絕齁 所以如果你可以裝這個 其實就是裡面的冷氣 只要開一個定溫 23度24度就很舒服了 對對對 然後就不用在那個外面 不管他十度三度都會一樣 就是一樣一樣一樣 裡面很舒服穿著短袖 對對對 好的今天其實我們聊了很多 然後也有很多聽眾朋友 如果電話來不及打電話進來的話 可以播0225005566這支電話 再一次謝謝林董 給我們大家上了這麼多課 我們希望最好的環境就是你睡得舒服 然後又可以蹲進木林了 這是最好的就是以和為貴 感謝你 謝謝我們修緣大牌 謝謝謝謝你 我們來聽聽孔令奇的隔壁某某 不是隔壁某某 不是隔壁 GAP某某 好來四點四五兒犬主持沒事 來好了 See you tomorrow 拜拜